不曾想过 未来的某个美丽日落 静静的你会想起我 一生变成船风轻滴 花香的诱惑 岁月长河 冬去的浪漫还是悲歌 谁指引柔情像般烈火 我相信心中的阳光 永不会陷落 永恒的心在时空穿梭 生死抉择已经无路可躲 但是爱不能躲 永恒的心与怀梦交错 生死抉择早已忧不得我 我听声在此刻 既然汉清与林全柱已经谈僵了 那就索性僵着吧 总得有人唱白脸啊 林全柱 是真正的日本贵族 这个古今中外呢 凡是贵族 必定虚荣 好面子 咱就给他这个面子 改坏人选 与他私下疏通 不能让林贵族此番白跑一趟吗 就答应他 三个月之内 东三省不宜之 期满之时呢 日本也不应在家干涉 还是语庭高明啊 啥叫高明啊 高明就是站得高看得远 于尺寸处建大马金刀 要不咱就表决一下吧 这就通过成案 可是司令上路不接了 打针去了 咱不等他 要不然林老头子回不了东京 对对对 咱不等他 不等他听雨停的 咱不用等他 咱就表决吧 咱 can 咱们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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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好清静 房子格局也好 汉清平宿是住这儿吗 我也投资来 不大清楚 是吗 你平日里跟汉清往来并不多啊 需要他的人太多了 轮不上 按理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冯大哥 你可别走啊 别害怕 我不走 他的秘书长一会儿就到 我还得当灯泡呢 灯泡 我得带到汉清回来 要不然他没有向他太太请假的理由 他太太是一个很开通的人 非常开通 是那个二十头的明代宣德查局吗 是的 老少奶奶 还有 那个不要以少帅名义送 以我们夫妻的名义送 这样显得家庭一心 相信他林泉柱老先生能够领会 明白了 还有 李先生的署名记得都改过来啊 马上吧 二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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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什么时候过来的呀 刚来 前阵子给您送那冰糖梨糕还成吧 成成成 吃下去就不可了 行 赶明儿再给您备一瓶 不用了 凤丫丫头 我能求你个事吗 瞧您说的 有什么事您就吩咐 我们晚辈都给您办 还是我那小子薛成的事 他有消息了吗 前天那个张宗昌 张司令的部下 跑到我家里哭天磨泪的 说枪被绞了 人也被关了一个多月 他说了薛成的下落了吗 他说薛成的队伍也缴械了 薛成他带着两个人三把枪 到绞顺 我这心 我这心就像被耗子咬了似的 你说亲兄弟 咋这么绝情呢 他书要活着 绝不能这么办 凤丫头 你帮我劝劝柳子 给薛成一条路 薛成没有坏心 就是绝 绝得跟头驴似的 跟你二伯一个德项 二娘啊 您真是冤枉韩清了 张宗昌那五万人 是白虫洗脚的谢 那不一样吗 是六字不让出关 不出关哪能有活路啊 不让张宗昌所不出关 是咱爸的意愿 韩清真是难啊 他亲自带信给薛成送去 让他脱离张宗昌回奉田 是薛成自己抗的命 有这事 这事也好办 这事也好办 二娘呢 你只要能让薛成回奉田 我余奉智就担保韩清 回来给他找一个合适的好差事 你看这小兔子 原来是他自个儿在那折腾 你说这孩子瞎折腾傻呀 所以呀二娘 那 韩清真是难啊 咱真得多体谅体谅他 来 谢谢 喂 猜一猜我是谁啊 还用猜吗 你到了我就放心了 你在干什么 我在开会 东北最高的军政会议 那你今晚能过来吗 今天晚上我是真不行了 我心得没口 咱们也得两三天吧 我们不都在一个城市了吗 害怕见不着啊 你先安心住下 我有空再来看你 好吧 你等一下 你让冯庸接电话 喂 冯庸啊 人我给你带到了 你琴儿够多的呀 行了 行了 你这样啊 你费心 你把它先安顿下来照顾好 我这边忙碗就过去 我是真愁不开身 行行行 人家日理万机 他平日里都在忙什么呀 你能跟我说什么 古今往来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等等 侠之大者 你这是谁啊 古代的侠吧 其实就是黑社会 到了本世纪初 东北的黑土地上 风烟四起 各路豪霞随之风生水起 注意啊 此时的霞 日本人称之为马匪 当地人称之为柳子 我爸是柳子 汉青他爸也是 我爸是汉青他爸的引路人 那你爸是大侠 汉青他爸是小侠 东北的弥蜂强汉啊 大家都是侠 用意叵测呀 啊 你看你看 笑什么呢 昨日日本朝日新闻 发表了一篇奇怪的社论 不足道 不足道 孟教坠 你把这篇有关雨停的社论 发给司令官听听 好 社论标题为 狡猾灾 杨玉婷 这日本的大报纸 都开始评论玉婷了 邻国之嫌 敌国之忧啊 日本人这么公开的辱骂玉婷 玉婷兄 那可是你的光荣啊 齐文共心 齐文共心 教授 你只管念给司令官听 张学良将军 就任东北最高长官之后 东北内部势力 表明 这是他们什么东西让我签啊 真是有什么东西 的 信心 我签 你学习 你学习 这个 我学习 你学习 你学习 我学习 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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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当政者不是别人 正是小姐的情郎 冯大哥快赶上说书了 凌威受命 子承复制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这一代的侠和上一代可不一样 受过西方的训练 讲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诗 歌 词 父 打球 照相 开车 驾击 包括 知识训练理念信仰 和上一代明显不同 为什么派我去南京谈统一谈意志 从根本上讲 我们这一代 比上一辈更看重一个词 这个词就是 祖国 汉清这会儿就在忙这个 特使客家 将军来了 明代圈的光阳 这一代的光阳 李兄长 李兄长 您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了 所以 内子从家中的藏品 精心地挑选了这副茶具 仅成敬意 还望笑纳 谢谢 特使阁下此次来放实在是辛苦了 学良本不喝酒的 但是为了给特使阁下送行 学良心甘为敬 你说对了 我是很辛苦 因为我 不仅得替里边的权益脚下 还得替你脚下 是吗 将军在东北 一当同 取武即征 不敢不敢 但 有南方活旅后 你的地位 会比现在更好吗 这个事儿确实值得考虑 但是我没想到啊 特使阁下 考虑得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 你别紧打哈哈 我是你父亲的老朋友 我这个老头到你这儿来 没听到你一句 欣欣喜的话 我会去没法交代 特使阁下 您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了 唯独一件事 您没考虑吗 哪件事 我是一个中国人 总司令您听我说 其实您可以 大某人 莫乃那么什么人 去陪老头喝一杯吧 林先生 林先生 请不吝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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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老头拿下 最后一句话 我就后悔了 我看到林老先生的眼神 那真是绝望到了极限 我本个一打个哈哈就过去了 可一不小心说了实话 这样一来 日本人就该处心积虑地对付我了 再也没有幻想可言了 小帅 依我看 景阳岗的老虎 你惹他 他要吃人 你不惹 他也要吃人 此言甚好 到家了 少帅 不回家了 去北陵别墅 想什么呢 掉头啊 你可想好了 韩景 既然景阳岗的老虎 惹不惹都要吃人 我想什么呀 掉头 掉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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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捡球 别管了 东北真够大的 从空中看那么美 我就在想 这么大的地方 得多少事要操心啊 我爱的那个人 能顾得上我吗 我打定主意 不给你添麻烦 我正正等了你三天 就在屋子里 哪儿也不去 你厨师说 今天做馅饼的 她好像猜出 我是什么人了 那个收拾屋子的女佣 却对我挺好奇的 她说 你哪儿赢呢 多大了呀 这么大老远 你跟你们跑来 你爹妈不担心呢 估计她明天看到你 就什么都明白了 你是什么人 我也不太清楚啊 想赖账了 咱俩有账吗 咱俩有账吗 让你赖 哎哎哎哎哎 哎呦 哎呦 疼 哎呦 喝 好 这套厉害了吧 什么牙呀这是 我这牙 小时候被虫子住过 还矫正过 带过牙头 小的时候能看 让我看看 哎呦 你现在也不好看啊 那你可怨不得我 要怪怪我妈去 把我生成这样 你好看不到哪儿去呀 我怎么就这么傻 上了你的当呢 你胳膊上 怎么这么多睁眼啊 你一直在注射 马飞吗 咱们 换个话题好不好 你可怨不得我 你可以矫正牙齿 我也得矫正我的精神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简单 单纯 善良 干净 你拿我当药引子对吗 药引子 你冯庸兄弟说的 汉青 我愿意做你的药 让你光明起来 不那么阴郁 神说 要有光 就有了光 于是我看见了你 如同荆棘丛生的 夜路上的一点萤火 如同阴云密布的 黑暗中的一道灰光 这个女孩子 此时成为了少帅 唯一的安慰 说到安慰 是因为只有在面对 她的时候 才能借助那点光亮 看到平日不见的清纯 凤之丫头 你想开点 你说这男人呀 哪个不喜欢小的 老帅活着的时候呀 左一个右一个的 不管怎么说 汉青没有明目张胆地 带回来不是 二妈妈不用劝我了 那姑娘不是个事 今儿请您过来 主要是跟您 商量商量办学的事 这东北大学势必大开销 汉青用爸的遗产来办学 不知道您和几位妈妈们 是否同意 办学是积德的好事呀 我们能有什么不同意的 再说了 我们姐妹几个都说过 现在这个家呀 汉青来当 她想干什么事呀 妈妈们当然要吃吃糖了 谢谢二妈妈体恤 我想好了 我会让你 接手一部分我的秘书工作 这样你就有事干了 可我要做不好呢 我送你去上大学 我把我爸的遗产一千万 送去了东北大学 我或将是校董或是校长 保送一名学生的权利 我还是有的 我乐意 嗯 你乐不乐意都得去 你读书就等于我读书 你的精神成长 对我至关重要 晚上见 我会让你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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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天要求聴覚漁師的父親的聴覚漁師 比起日本的期待會更大嗎? 還沒解釋 請求聴覚漁師的期待 期待… 我沒有想要求的 日本也不想要求聴覚漁師的過度的幻想要求的並不是我考慮的 今日的東北 也對 在日本的話 是徳川保安時代的 幕府似乎似乎 那麼 這裡了 特使 請慢點 特使 請慢點 請慢點 還有一個問題 這裡了 請請慢點 少帥 東京朝日新聞 臨全住說 日本不再對你報有任何幻想 他們丟掉幻想了 看來我真把他惹著了 臨全住還說 今天的東北 類似日本當年幕府時期 得蠢家康時代 去吧 是 我明天就飛回北京 你還有什麼話要帶給王書漢嗎 你馬上就給我搞一本東洋史 是 怎麼 還真研究外交 不是 你說你放著你的外交秘書 王家珍不用 讓我去給你買本書 不是所有事都得用外交秘書 懂媽我的髮小 行 我出門就能替你買一本 我呢 是不想讓任何人洞察我的內心 但唯獨你除外 一本東洋史 這麼玄乎啊 成成成 我這就替你買去 老實說啊 你的內心 我一點兒都不想知道 尤其是北陵別墅那點事 以後別再找我了啊 滾蛋 我去 許正義 到 少帥 你呢 去給大姐去個電話 就說我晚上不回去了 隨便變個理由 說你和楊允廷吃飯 你是不是傻呀 你把我跟他 瞅了一塊誰信哪 少帥在嗎 他不在公署啊 幫我接一下北陵別墅 北陵別墅不聽電話 北陵別墅不聽電話 她是不聽我電話呀 還是什麼人電話都不聽啊 不知道 不知道要你們總機幹什麼事 馬上給我查線去 我等你們回話 站住 幹什麼呢 少夫人電話打不通 讓我們查著線 誰也不行 那你們不用電話了 當然用 你沒看見嗎 那你搖個鈴給我聽聽 等著 少帥辦公室 什麼事兒 報告秘書長 通信你那人查線 要進別墅 我把他們攔住了 你讓他接電話 是 過來 來 我是徐秘書長 誰讓你們查線的 是少夫人 她命令我們查線的 她 她打不通 我知道了 你們別管了 我親自向少夫人解释 少帥今晚回來嗎 嗯 嗯 她不給帥府那邊了 嗯 那 大少奶奶也不管呢 嗯 小姐 我嘴老言了 指定不會瞎得得 你不用擔心啊 帥府那邊啊 都問我好幾回了 我都跟他們說了 我說少帥在這邊 打麻將的呀 一宿一宿的 天太晚了 開車不安全 你在說什麼 你沒看到我在工作嗎 能不能不打擾 哦 有的 還不是 啊 你能夠 啊 啊 你不肯大 你能不能於我 你不能那次 你不肯大 哎呀 你不肯大 哎呀 還不肯大 把你肯大 我覺得你肯大 就想不肯大 不要肯大 你肯大 您肯大 这么倔啊 他那不是倔 是不公平 他打小就爱跟我比 比这比那的 他张学成觉得他自己的德才 比我还好 要不咱东三省的总司令 再弄个富的给他当 行了 你别替他操心了 他打着张家的旗号 在外头有吃有喝 过得比我潇洒 你这 又要去北陵别墅啊 你这 又要去北陵别墅啊 这个 总机跟我说了 我又把信插上了 一会儿有个事你打电话 我会接的 主要是啊 北陵那边的馅饼做得好 这个白岸师傅很厉害 很厉害 过两天我带两个回来给你 老徐 走了 明天见 徐秘书长 少夫人 老徐秘书长 我去 你不打东西 你不许多说 我帮你打个我 离开完 看完这一件就这件 行 看书还看上瘾了啊 读日本书 就得跟日本人一样虔诚 所有日本人都这姿势 行 那我考考你 德川家康时代 你弄清楚了没有 这书就是日本史记 听采分成 我刚读到华阳院府里 我不想听庞的 你就跟我说德川家康 华阳院夫人就是 日本霸王别姬 你说天下奇异吧 都一样 我是让你来协助工作的 你可倒好 赶上看小说了啊 日本战乱时代的女人 会不会当作战利品 给自己丈夫的敌人 做小老婆 是吗 不能说不 不能自杀 只能委身顺从 美貌倒成了人生的不幸 看得我 哎呀小可怜啊 看本书把自己看哭了 你这不是替古人担忧吗 还是个日本古人 对 你有敌人吗 你敌人是谁 我不会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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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绝对不会 哎 哎 哎你刚刚说什么 不让我接电话啊 我爸的电话也不能接吗 老帅回去那一个月 银元队奉币都一比二十把了 赌办回奉田当天就一比二十四 这时政一个月下来 至今一比二十二 你说这怪不怪气 连奉田的票子都只因娘赌办了 就是 那是 那是 钱就是王八蛋 谁的势力大他就捧着谁 不值得太新兰 可咱帅父那小伙不明白 奉币一点动静就跑来找我了 我跟他讲 根本就不是钱的事 明天 你找日本人把五路条约签了 奉币一准网上寸几十个点 可能签吗 不能 真要签了 钱有了 人成汉奸了 听方 你上任务价局局长 这米 面 豆 油 都得稳住了 只要吃的稳住了 人心自然就稳 如今各省啊 揍人跑来找我 要钱的 要枪的 当然也有要关的 我告诉他们 进我们之前呢 你就自己掂量掂量想清楚 你的事 能不能给咱东北干点啥 能 你就进了 我豁得出这张老脸 要净是些狗皮倒灶 只为自己牟利的事呢 我劝你趁早别来 来了也不能给你办 真给你办了 别人不光骂你 也骂我杨玉婷啊 那是 那是 是 如今咱奉田人谁不知道 杨都办的名声好使啊 要我说呀 咱东北不管挂啥旗子 咱老百姓的饭 得吃饱吃好 这不抬杠吗 什么挂旗子 这整个东北命运的事 那你倒是办成了吗 变日本人刚给点脸色 你就歇菜 年轻人还真整不了 金屋藏娇 就在北林别墅 你这说什么 你这说什么 说什么 啥金屋藏娇 年轻人嘛 难免 咱年轻的时候 谁没点儿慌疼事 可在那些大事上 也率兴而为 麻烦就大了 对了 汉青跟你要了一名 女生的名额 说了给谁吗 不清楚 那 你给她了 给了 刘凤竹啊 你是东北大学总筹剑 应该知道张成 不能因为 这咱张家捐了款 那学教程咱张家办的了 挂校长知名的人 能不通过全国同考 私下托诺女生名额 这不是自顾咱少帅名胜吗 你要这么办了 那东北大学不成了 不成车马店了 是不是 要真成这样的话 咱请来那些大学文家 什么张柏林 张始昭 梁思成 梁树铭 刘半农 以后请人家 人家还来吗 大少奶奶 少帅把电话直接打到我这儿 我也审谈办哪 行了 这事你别管了 你让他来找我 那好啊 你是这学校基金的董事 明正言顺 那我先走了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你不是不让我接吗 喂 喂 他说的 我知道了 谁啊 断我后路啊 女人的嗅觉就是好 以后来电话你进 要是碰上大姐我怎么说 说说我秘书 我可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 怎么了你 这书看得人一身冷汗呢 林全柱说的就是这个 这段我看了 这段是说 权势显赫的封臣秀急死去 妻子封臣秀赖继承了大权 他虽年少英明 但贪图享乐 不胜李国正 一切证物交给他的岳父 德川家康来执掌 这个小孩以为他能控制得住他的岳父 结果呢 他岳父突发政变 杀死了他 取而代之 成立了 德川幕府 是这样啊 又怎么了 是这样啊 你没觉着 这个德川岳父像一个人吗 像谁啊 德川岳父 睡觉吧 你有时阳晓得 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子 假期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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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